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其他人到了没 来了来了 大家早安 女明星来了 很冷静 没有人要理我 她鞋子要脱了 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你是那个吗 贤正吗 贤正就是这样子啊 对啊 现在 哎呦 这个光下来 孵况看起来很赞 很漂亮 真的有光 现在要来公布今天到底是要来拍什么 接下来呢就是会跟一个台湾的视频品牌 A Saving Company 推出我跟她的联名系列 然后今天就是要来拍 平面跟动态的形象 非常的期待 这一次推出了非常多的东西 然后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还有这个可爱的浅紫色 现在最后的补妆 等一下就要上场了 这一次的合作呢就是跟台湾的手工影视品牌 A Saving Company A S C 一起推出了联名系列 非常的漂亮 我们准备了大概 超过半年了 我们从去年 九月吧 九月就开始 一直来回 因为负责人就是毛很多 然后我毛更多 我们一直 希望她一直出国 达不到共识 讨论了好久好久了 今天总共会拍三套衣服 然后会有八个商品 先介绍我身上的东西 第一个呢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宽版的雾面的银色戒指 我自己一直很想要找一些 比较大一点的东西 本来A S C 就是过去很多都是 针对女性出发所做的设计 那这一次我们就想说 可以有一些比较中性的 我就喜欢霧面的 因为有时候太亮会觉得太抢眼 所以霧面的时候就觉得蛮低调的 有一个我们联名的钢印在里面 非常的可爱 另外另外的重点 就是我身上的项链跟我的耳环 我之前有戴那个耳骨的耳环啊 好多人问我说 到底要去哪里买 到底要去哪里买 就是都蛮好看 然后它的那个波云的形状就是很立体 但是又很简约 我们这一次整个合作 联名合作的主轴 就是整体都看起来很简单 但其实又有一些细节在里面 另外就是我身上的项链 我们这次这个波云项链呢 总共有出两个款式 一个呢是比较粗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细的 比较粗的呢相对链子也是比较粗一点点 比较细的话呢 就会相对优雅一点点 然后整体那个项链的长度 就会稍微短一点点 所以可以按照自己的身高来决定 我是165 我喜欢带粗的 然后扣到比较短 好三二一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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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直战喔 有吗 蛮直战 我觉得还蛮直战的耶 可是那个博文 欸博文修得掉吗 后织 博文那很自然 那不该修掉 你不喜欢博文是吗 有谁会写的 可是那不是 因为他就觉得自己可以比较重 对 这一定会比较现象 怎样 就是这个转头这边 就比刚刚都自然很多 因为你刚才叫我把表演痕迹 你说表演痕迹太重 我就把表演痕迹拉掉 所以 很快吧 好 下一颗下一颗 我们再下一颗了吧 第一套好快就拍完了 应该是因为我 有专业的训练过 以及临死角 自己在乱讲 然后第二套呢 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这两个 紫色的浅紫色 这个我们真的也是 费尽了千辛万苦 我们甚至在上一个礼拜才真正final 因为我们这两个浅紫色的呢 用的是法郎 什么时候才会用到法郎 高级的时候 现在已经很多牌子都已经不敢再用法郎 为什么 因为很麻烦 然后很费工 然后还要真的去 花很多时间去烧 就是很复杂 但我就说不行不行不行 这次一定要 没有的话 这个就不要做了 然后这个 真的啊 这两个呢 就是有做不一样的形状 一样都是雾面的 超可爱 然后一个是比较方形的 另外一个是 橢圆的 也是因为我本身很喜欢 牵紫色的东西 所以这次就跟ALC说 拜托拜托 我们一定要出一个 比较特别 比较不一样 然后别人没有的款式 现场现在是在做戒指 亡羊补牢啊 哪有 然后 你才让它更华丽 抛光抛光 现在要去买胸贴 因为我太欧美了 导演不喜欢 这样今天天气有点冷 哈哈哈哈 有点尖 搞笑欸 what the heck 这是new prop啊 对啊 而且我没贴过欸 哈哈哈哈 很冰啦 等一下另外一个 冰文 哈哈哈 我觉得好怪喔 这个行为 哈哈哈哈 不对啊 贴完就不是我要的效果 哈哈哈哈 那是线胶的对 我是线胶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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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线胶的用胶带 对啊 你用线胶带 现在要准备来拍第三套 然后第三套呢 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这个耳扣 这一次这个耳扣超特别的喔 因为我一开始就跟ASC说 我一定要有一些堆叠的感觉 但是又不能太复杂 然后我们一共出了两款 一个是这个mini的 mini款呢 它是两个一组卖的 大的呢 是单一个卖 然后也很特别 像我是扣在这个比较高的地方 我就觉得还蛮适合用大的 然后mini的这个呢 我超级推荐它用来叠带 就因为它本来就一定是层层叠叠 然后再把它叠起来 就看起来很有分量感 但又不会觉得太过夸张 就很棒 卡住啦 我觉得加上班有点小鼓啦 怎么办 怎么办 笑死 笑死 跟你们说啦 今天一定提早收工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太专业又漂亮 你死角了 他要拍了啦 等一下呢 绝对提早 不然我真的 自己贡献20万也几 平面收工了 谢谢摄影师 拜拜 准备 好 跟我说 加油加油加油 为了我的20万 动作要加快 你等一下会不会睡着啊 不能睡不能睡 我不能睡 我快睡着了 躺太久了 最后的最后 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没有办法到实体店 试带的话 到底该怎么选戒指呢 那尺寸怎么决定 现在来教大家 怎么量自己的戒尾 如果家里有卷尺的话 就可以直接用卷尺 然后 像男生如果直接比较宽的话 我会建议量 就是 直接比较宽的地方 然后就直接用 这个卷尺 量一圈 然后不用太紧 就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边是 将近6公分 然后你就可以在网站上面 选择自己适合的尺寸 这样子 如果我今天家里没有卷尺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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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 如果家里真的没有卷尺的话 就可以准备一条绳子 或者是一张纸 就把它剪成纸条都可以 然后一样 就是把它绕起来 然后稍微 就比如说你就到这边 然后你就剪断 再用纸尺去量说 我这样子是几公分呢 那就是这样子 非常简单 我这一次跟AFC合作的联名系列 会在4月6号晚上几点钟开卖 9点 9点钟 然后从4月6号到4月12号 只要购买两件 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一次的 这个满额里 是一个粉紫色浅紫色的超大购物袋 超可爱 而且这个东西超级好用 因为它里面还有那一袋 而且联名logo超级可爱 真的超可爱啊 另外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4月8号下午2点钟 我会在AFC的实体店面跟大家碰面 欢迎大家来走一走玩一玩 看一下视频的本人 然后当天会到5点钟 详细的活动资讯呢 我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 我们当天见 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是3点不到55分 准时提前收工 不用付你20万了 开心 开心开心 希望在4月8号都可以看到大家 然后我会在影片的最后面 放上我们今天的形象广告 大家记得要看到最后 掰掰 楼男生设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